各位早晨 早前有位聽眾 他跟我說 他覺得有一齣韓國電影 叫做不可饒樹 或者是No Mercy 他是非常推薦 他催我去看 我一直都沒有看到 他早兩天再催我 他跟我說 你看了沒有? 正東西 你一定不會後悔 我看他講到這樣的份上 他不是口行講的詞 他會跟進 所以我找了來看 我昨天看了 結果會怎樣呢 有聽眾催促 介紹了正東西給我看 我現在看完了 比之前 我看一些聽眾推介的電影 那個觀感是好多的 這齣戲是好多的 因為之前 有些聽眾 給我看一些爛戲 你知道嗎? 當我白老鼠一樣 他自己也沒看 原來 但他對我去看 然後 告訴他 差不多是這樣 但我也理解 有些人會覺得這齣戲很好看 我覺得也不錯 這齣戲是走那些 很硬朗的 懸疑探案電影 那種路線 這齣戲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講一個 碎屍案 有個女人 就是被人 劏開很多個 他就講 有兩個主角 一個女主角 就是警察 就是初出茅廬 那些年輕的女警 另外那個 就是已經做了很多年 一個很出名的法醫 這兩個就是警察那邊 他們就有合作 然後追查 查查一下 在相當早期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 他殺這個人 其實是哪一個 其實你還未肯定 但是那個人認了 他們抓了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認了 說是他殺的 但是他口說 但是這個法醫 和女警 他們都依然要調查 他都還要 例如找空氣 又或者是怎樣殺法 他都要找物證那方面 然後這齣戲 就是講他怎樣調查 還有那個被他拘捕的那個人 雖然他形勢 但是他也有鼓劃 他就掌握著那個法醫 然後就勒索他 如果你想要那個什麼什麼 那你就要幫我脫身 所以那個法醫 他就處在兩難之間 他就真心覺得那個應該是兇手 但是同時他又被人拿了個春袋 他又要想辦法 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放走那個人 大概是這樣 他裡面還有很多細節 但是因為這齣戲 我看到很多人評論 其實我沒有那種感覺 但是很多人評論這齣戲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結局 是很震驚的結局 是很震驚的結局 就是那個結局 就是那個扭招 那些是很出色的 所以我不想說太多的內容 首先講這齣戲的演員 其實他有三個主角 就是剛才我提到那個女警 那個法醫 以及那個奸角 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三個角色都是非常好看 就是那個女警 我看一看的時候 都順眼 都挺可愛的 就是我喜歡看的角色 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OK 因為他演一個 初出茅廬 昂嬌嬌的角色 真的入型入格 但是最突出 當然是那個法醫 還有那個奸角 尤其是那個奸角 尤其是那個奸角 不可以說奸角 就是被人拘捕那個 被人拘捕那個 就是被人拘捕那個人 就是那個疑犯 尤其是那個疑犯 尤其是那個疑犯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疑犯 就是那個奸角 我覺得是很醜 但是看到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就是看這齣戲 由開始到結尾的時候 就是我對那個角色 對那個演員 有一個很大的改觀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整齣戲最突出的角色 我覺得是 因為我不是看很多韓國片 所以這齣戲裡面 三個主角我都不認識 所以我不是有什麼 preconception 全部都是陌生的 但是我這樣看這齣戲 因為他們真的挺好戲 他們是很投入 而且他們是演得很好 所以這齣戲 在那些演員那方面 我是沒有投訴 我是覺得 至於那個故事 因為這些劇情片 就是懸疑片的劇情 是很重要的 探案片 它是有twist的 但是很好的就是 我沒有細心 去想好所有細節 但是粗略地看完這齣戲 我不覺得 有些很嚴重的違和感 因為這齣戲 有些少少的 那種感覺 但是不理會我的 因為有些戲 那齣戲裡面 是控制了整個大局 然後有很多事情發生 然後就去到那個位 然後就說那些主角如何去拆 拆解 即是那個局 這些就是那些懸疑片 即是一般的狀況 但是有一些戲 是要很多事情發生 裡面有個角色好像神人 他計劃好 然後有些事情發生 然後到最後 那是最聰明的角色 但是這一類的戲 有時要有很多事情發生 他只是計劃了 他不是自己參與每一個細節 所以要有很多事情發生 然後才可以去到那個結局 你看到那個位 有時我就會覺得 喂! 有沒有這麼適合 真的像演戲這樣做 他好像很威風 好像很聰明 但是你會覺得 劇情幫他 有很多事情 其實有很多事情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發生 那場戲未必是 好像神人 那樣 這齣戲有滴刀 但是不疑 整體來說 給我的感覺 那個故事是順暢 包括他最後的twist 但是我在網上 我看到有很多人 說那個twist 很震驚 但是我自己 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他的結局 是一個好看的結局 是一個安排得很好的結局 我覺得 但是我不覺得很震驚 我沒有覺得很震驚 我覺得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他那個結局 那些細節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那種的精神 他那種的取向 即他那種的spirit 就跟另一出 出名過這出的 另一出韓國電影 我覺得是相似的 所以其實是 遠遠未去到那個結局 我猜到 應該差不多是這樣 果然是這樣 其實我是知道結局 未去到那個位置 我知道結局 我知道那些人物之間的關係 我猜到了 其實是 因為他有少少像 另外一出韓國電影 所以我自己就不覺得很震驚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投訴 因為他那個結局的安排是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去完結 他說這個悲劇的故事 是一個好的故事 只不過對我來說 不震驚 但是我相信 如果對其他人來說 再加上 令他很震驚 他完全想不到 更加加分 但是我自己沒有經歷到這一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評論 我不知道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整體來說 聽眾也沒有善我 算是有孝心 他自己真的覺得是一個經典 對我來說 就不是經典 例如 韓國片 例如 Old Boy 那些 我覺得那些是好過這出很多 我覺得是 很好看的那些 其實是差不多是同類型的電影 就是 那個什麼 沉默的證人 就是他做法醫 另外一個就是 催眠才決 就是他做一個 催眠師 但是他也是被人拿著春袋 然後要幫壞人 那個題材有點類似 那兩出是垃圾 這出就好過那兩出很多 在我心目中 這出的位置 他還沒有去到頂級 但是他都好過很多 其他同類型的電影 即是他中上 算是難得 如果是講這個類型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 我想是 C加至B減之間 但是今天我心情好 我就給他 B減 我覺得都OK 不錯 值得看